《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新淵透視 其實戰鬥是不停的沒完沒了 直至到世界的沒了 可以說我們的不斷革命 金仔那些 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有氣 六四結束後還有很多事情搞的 例如6月9日 其實611也有事情搞的 6月11日就是一個反核的活動 真的今天完全是 全球百萬反核 完全是要宣傳很多近期的社運活動 六四過之後就是6月9日和6月9日 6月9日就很容易記 6月9日兩頭歐 6月9日 6月9日兩頭歐 611也是很容易記 有一間教會在荃灣很大叫611 之前在北角搬去荃灣 議賽亞書61章一節 611日 6月11日和6月9日都有兩件事 先說6月9日那件事 6月9日 今天說明波濤洶洶洶 所以我穿一件波濤 是的 波濤洶洶洶的就是選管會 大家都知道了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 這個是馮華大法官 在兩個星期前 就跟記者說要肯選舉指引 包括網台的所謂公平時段 是的 所謂公平時段給候選人 就是說要進一步監管這個網台 我以前做電台的時候 我做過兩間雙型電台 雙台和新城 雙台的時候 以前的民主黨區議員王德全 現在是公民黨區議員王德全 那就是18樓C座的監製 那他如果一出選的時候 他就要自動辭去那個監製的席位 那他的聲音都不能夠在電台的 大電波那裡廣播 那若然我們以前做電台的時候 譬如你說了王德全 你要說他附近那些 阿三、阿四、三、四、五、六、七 說完的 那就是這樣 那其實這一個我都覺得 就是懶是公道 就是懶是公平 其實就是 是不是公平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家 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不是放在你網台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公平時段給候選人 因為他其實 逢話呢 在一個記者會裡面 說的話都是語無倫次 他自己的記者問過 如果有些候選人 常在到YouTube上 有些人上升了百萬代 那是怎樣的呢 就是你打不到這些問題 打不到的 是問過這些問題的 問過的 就是有王德全自己上載一些東西 上YouTube那裡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會拘捕他呢 還是他上載的時候 其實 其實呢 大家二、三、四、四、四天 說得清清楚楚 其實那個指引呢 到最後都不會拘捕你坐牢的 你犯了法都不會去坐牢的 嚴格來說 那個只不過呢 是說 你如果觸犯了呢 選管會可以給一個遺憾聲明 那間的 RTV 青台 或者什麼台 又或者是譴責他而已 就沒有一個很實際的 那個所謂那個法律那個很大的叫什麼呢 其實是弱速力的 沒有什麼大件事的 可能是指引的嘛 選舉指引 就不是一個例子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呢 譬如我和梓健都是候選人 我們是對手 那梓健就在青台那裡 不斷叫人選他 最後我就輸了給梓健 那我可不可以找回你 那段時間在青台的節目 然後出來抗議 搞錯呀 他經常說他 可以 現在我要推翻 我們再選舉 那可以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 這個好玩呀 理論上是可以的 什麼來講 喂 你好 哪位 河來嘛 對呀 越來越漂亮 怎麼搞到 好可愛呀 整個周秀蘭 對呀 周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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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呀你 何秀蘭 何秀蘭 那個妹妹何秀蘭 對呀 沒錯 好了 今天繼續說下去了 其實原來也沒什麼料 不用那麼害怕 你們吵冤巴閉 問題就是 不是在選舉指引問題 所以不要被他騙了 而是 第一是你將港管局那種的條例 或者那種概念放在網台上 基本上在法律上的執行是不通的 因為大氣電波 你是要佔用一個公共空間 你要申請牌照 不要咬著是不是非法電台 還是民間電台 不是在說這件事 不要搞錯 即是說商台 新城 港台 那類東西 無線 亞視 他要拿牌 或者在大氣電波裏面 他要佔一個空間 而他那個 讀傳播媒介學的朋友都告訴我 他有一個電台版道 他發射暫時散出 別人每一部三機 或者每一部電視機 是這種的概念 這個叫傳播媒介播放 是 而我們在說這個網台 現在你看這個東西 你不會用電視看的 你是一個IP RTV的IP 然後你按下去RTV的IP 去看 是點對點的 關係是 是 第一就是 不同 這東西來的 是 是的 如果你肯將這東西 放進去 即是將 港管局那種概念 放進網台裏面 你就混淆了 第一個時段 和廣播這兩個字的意思 即是在法律上的執行 已經是大錯特錯了 第二你要知道 我們扮了網上電視 或者網上電台 我們實在上 其實是可以自己 不用這樣搞 Basic 我們只不夠很簡單 聽清了 那麽錄也反應 怎麽做 就是不是 una正式電視台 在我們 好像一集 writer 我們都沒逃到 想到抓 stereo 拍電 Cad practice 這是 其實它是哪裡呢 網上這個工具是甚麽呢 是 網上工具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玩具 是的 這是一個玩具來的 記住 這個的網上 是一個玩具 我現在的電影很不信 不斷說出口在網上罵曾蔭權 罵共產黨 是 這個玩具 或者我宣洩我自己自由言論的表達渠道 所以如果你將他這種東西 去放入港管局的條例 假設它成為一個台或者電視台 那你立刻將網上的聲音進一步萎縮 因為如果你可以這樣推下去 港管局的概念放入選舉指引 選舉指引人互相揮映 延伸下去港管局的條例的時候 即是他進一步可以再監控 這個叫做網上的媒體 或者網上的電台 或者網上的聲音 所以我不斷強調 所謂網台其實是一人一網台 你不用看三人的透視 你回去自己做一個什麼 抽一透視都可以的 秀拿透視都可以的 又不關事 根本不是在那個秀拿透視那裡 不斷叫人選 周秀拿做特首這樣行不行 你不用說其他的Amanda S 好 再說下去 其實過往2008年的選舉 或者再早之前2004年的選舉 政黨已經是有自己的網上宣傳 而這麼多的政黨也很守規矩地 無論民主黨公民黨民建聯黨 我都知道 他拍完一些東西 我以前也做過幫民主黨 堅定可信那些歌 拍完之後 因為那是製作派來做選舉的 上報的經費 其實已經是本身 過往的指引 包括你任何形式的宣傳 已經包含了 你不需要再去說 那你那個民主黨台說 記住要選王城志 的時候會不會提到 你在我旁邊還有長毛 還有這個 那有兩件事 那裏面有兩件事 大家想說 為何很容易 混淆就是一定要的概念 不是很清晰在說什麼 我再講一個例子 譬如台灣和美國 有些人不是政黨自己做的 我跟他兩人 屎非恆 忽然間很不喜歡陳水扁 我是喜歡做馬英九的樣子 不斷剪掉馬英九 馬英九好 馬英九好 或者我做一個電腦遊戲 有的 打陳水扁 那個拖子 這個就是網上文化 它是惡搞的一種文化的出現 其實是控制不到的 哈維爾也有說 即是極權政府就一口想控制 以及想如智 但是其實人民或者歷史 就是根本是 其實生命已經是多元 以及你多知多彩 你不能夠控制的 不是單元的 那是一個哈維爾信徒 最近是 這個月是我們不斷看哈維爾的 帶上他六四也會看 你想想就是這樣 沒錯 他根本是控制不到的 控制不到 以及政府的落後之處 在於他不認識 我當他 我不當他無恥 我當他無知 不認識網絡媒體的誕生 是一種 不是用傳播那種概念 可以去界定的 如果你這樣去界定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發牌給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去各大政府部門去採訪 曾蔡全海記者會遇上我們 又不是因為權利 我最簡單講權與責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現在沒有這種權利 你又要守那種責任 根本就是一個 不是一個對等關係 那你再看一步 那是不是等於 別人發牌給你要 發牌給我都不必要 又不是在說這件事 是啊 你不如實際磅水吧 是啊 網台的存在價值就是這件事 網上的媒體 那你又吹我不想 我的伺服員在美國 在藍斯拉夫在捷克 那怎麼辦呢 我和他移民到捷克 和哈維爾主持節目 不斷罵你民見明 你吹嗎 那怎麼辦呢 你現在抓我去打靶嗎 你又譴責我什麼呢 現在我和哈維爾還在喝咖啡 喝紅酒 喝紅酒 在布拉格那裏吃玻璃 那怎麼辦呢 你咬我吃 是啊 其實整條法例的想法是不成熟 但我們的想法是很差的 就是 其實他就進一步用選舉指引 這些冷公平的光環 是 去進一步收緊 我一開始就說 他用選舉指引 一般市民看起來 那對呀公平一點 公平一點 那些維園阿伯 我那次有看你的城市論壇 就是有兩條維園阿伯 就是很低能 那為什麼要公平啊 只是說A不說B C D 講完才公平 就是這些很低層次的 低層次的 低層次的低人仔 但香港很多就是這些人 還有他沒有想過 那些人也是 很害怕 23條又死不到 如果死到我支持23條 那些人都死了 那些人都打破 很恐怖啊 你 這麼窒息 阿伯 我保護你的 雖然你不同意我 但我也保障你這個 反對我的權利 你那天在維園 不是維園立伯和民生連民營聯 哪有這麼多火花 你傻的 沒有了他們 多悶 所以多元是重要的 你真的想死嗎 你城市論壇上去 你當然希望 有時候我和你做都會不滿 你一聲同氣 我也會難分 你去到那些情況 你就有這樣的對手才好 好就不好 只有你和毓民和李鵬說 李鵬說 李鵬說是很慘的 我知道不要說 別人這麼多秘密 就不要說了 反而想聽 就是想聽 城市醫生已經在城市再論壇說了 你講一次 講什麼 講你要講的 沒有啊 其實找了政府 就是港台找了政府 是啊 他就不來了 是啊 民建聯會來沒有 為什麼政府不來呢 如果你覺得你是大意想言 為什麼不來呢 你覺得自己無邪我擊的 覺得自己是大意不慘的 你怎麼可以說自己沒有時間 你在一個諮詢期間 你發出指引 建議出來 還有最常給你 就是包你來這些 當然是 民建聯會說 什麼五居公投會 那些浪費錢 這些不浪費 更浪費 九官 九官又不來這些城市論壇 面對市民和人對質 你有沒有搞錯 更浪費錢 你是不是這麼說 林衰論 不是林衰論 不是 不是政制事務 應該是防華大法官 或是他找頭人來 是 市民要知道 為什麼這些官員 這麼恐怖 不是恐怖 這麼可恥 就是這個意思 你是諮詢人 你是聖詩論壇 你又不去 而下一次的諮詢期 只有一個月 並且公眾諮詢 就在6月9日 撞證別人上班 那段時間的星期四 下午兩點半 你是不是去死 還不是假詞 你說不開了幾天 那個人不上班 請時間 你很少人 請你 你不要搞 你一下子 小人都不得了 然後他又會回答你 其實你可以透過電郵 或者寄信來表達 但是沒有用 石沉大海 我不跟你對話 所以你逼人上班 我不跟你對話 那個意見 怎麼可以充分地表達 去理解你 我當場問完你一條問題 等於記者問完你 馮華之後 我記者也可以繼續追問你 那條問題 沒有 你寫封信去 你真的貪得閒嗎 明知道 寫封信和寫個E-mail去那些 根本是一種PR的手法 到最後他怎麼回來了 如果大家習慣上政府 我們已經聽到你的意見 感謝你的寶貴的意見 感謝你的寶貴的意見 對 等於曾蔭權被人發現了 自己家裡的麥當勞獨六十四號 有僭建 他立刻就要開記者會拆彈 是啊 這個就是現在當下 很多PR公司 很多朋友做的 複街PR公司 就是PR公司教的事情 一有事 你立刻要拆彈 一有事 你就一定要 是我們聽到你寶貴的意見 是的 我接了你的信 等於你反核的時候 去到中電門口 當然有一條七友PR出來接你 明白明白 我們聽到你的意見 多謝你寶貴的意見 我會絕對跟你反映上 是的 這些是混蛋 沒有意思的 怎樣才有意思 就是革命才有意思 走出馬路 坐在馬路上不走 吃你的胡椒噴步才有意思 是你逼的 大哥 永遠都是逼上梁山的 不過這件選管會 他要監控網台 在選舉和投票的時候 另外我想起 好像宗教改革的時候 宗教改革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天主教 大公教會的聖經就是拉丁文的 只是讀過書的神父 什麼人讀過書就是神父 誰認識拉丁文就是神職人員 他有解釋聖經的權力 馬丁路德就把拉丁文的聖經 變成德文的聖經 翻譯德文的聖經 人人有得看聖經 就等於網台 人人都可以做一個網台去發聲 當時的天主教 就好像今天的極權的政府社會 是的 沒錯 所以再歌頌網台 或者網上的文化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歷史是由你和我 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 寫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聲 不是權力寫出來的 是的 這個才是網上那種可貴 如果再講下去 你說選舉條例或者 其實美國 美國都是有這些網上的事情 但是他都不公平 你朋友說說得好 公平的時段未必是等於平等的 是 平等未必是等於公平事件 是 兩件事 是的 每一次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都有X卡參加候選人 不是看來看共和黨民主黨的 只不過電視台 就不會找一些 即是難聽一些 所謂的二打六 根本問他這個文網是多少 是零的那些 是 就不會邀請上來去參加辯論 那就是做不到 財弱負弱 是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美國文化 但是他又會這樣考慮到 其實你都沒有一個真正的實理選總統 而你沾用了大家很多的時間 去聽一個有機會的人 是不是也不是公平呢 是 即是他的公平的理解是這樣 但英國又不是 英國又不會的 英國就會是財弓負弱一點 不是 英國其實不是財弓負弱這麼簡單 這是要很深思 我也不敢說 誰不該 誰不該 但是大家對理解 平等和公平是不同的 英國就像香港那樣 是 哦 快必講完這一句 林子健又要講那一句 一人一分鐘 不可以多 其實挺笨的 這個我覺得 也不是很笨 叫做小心 保守 保守 有好又不好 不死 有好又不好 有好又不好 不好之處 都是美國批評 有些其實根本上是 浪費這麼重的時間 你不平等 對我 因為我最主要 大家知道 現在是 最後階段 就是巴塞鬥曼聯 不要逼我看蜜蘭馬 對東方 那是不是好像當年 陳方安生 還有那個歪嘴的 葉劉淑儀 之餘呢 另外還有一些 卡拉蘇 奇麟怪 二打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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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卡拉蘇 奇麟怪 和二打六 就不要太吵了 人人只是想聽陳方安生 大戰 葉劉淑儀 是不是真的這個意思 你如果用美國的概念 是的 那是有問題的 也不會的 奇麟怪 卡拉蘇 和二打六 可能都很好笑的 是啊 你記不記得飯碗沒有 我到今時今日都記得 我記不記得 撞就撞就撞就上身 這樣 很好笑 他很好笑 有時這些人才會出奇制性 勝就勝不了 出奇表演 政治上 多種娛樂都是好事 是不是 我又不是太同意美國那種 我只是看陳方安生 和葉劉淑儀 那些 再講 英國和美國最不同 就是美國不是一個政府電台 而英國有BBC 是 好像香港電台這些官台 是 那他一定要 因為他用棟公堂 不是私產 是 那他更加要很著重 這種所謂時段公平 給候選人的 那需要 是的 其實他背後講了很多事情 但是在網上的處理 暫時沒有 但是搞得很困難 全世界只有一個網台 曾經搞過選舉論壇 就是青台 是不是 黑維義那裡有沒有 沒有 搞什麼網台還沒有 網什麼台 網中人也有看過 可能 是 不是開玩笑 青台 對 青台搞過五區公投的聖居論壇 所以我們很支持五區公投 沒錯 你不要說我們不支持五區公投 支持 所以說玉米生氣我們 青台那些 不會的 我覺得 我不相信玉米是這樣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天見到我非常好 怎樣 然後撿青台 哈哈 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的風格 就是我們 即是老友才是 溝通的關係 沒有什麼 那再說 你說牙刷 青台的小論壇 通常的人都會問你 你會怎樣做 怎樣安排 你都會寄一些 或者是電郵一些資料 給他怎樣做 是 要雙方覺得 是覺得合情合理 是 他才會去 你的網台被邀請上去 去參加競選論壇 也有候選人曾經在競選論壇 我認為那個是叫做民事 民事就是親民進黨的 我是國民黨的成員 我就不去 有的 因為我以免台灣就有的 是 有這樣的事情 來到你的主場 我就不挑戰 我罷他 有的 我自己搞 再說幾年前 大家有記性 劉千石 一次選舉論壇 是否一定要說 平等和公平時段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很肯定 他有得去他不去是不同的 你給他去 不過他不去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是候選人的關係 但是我講來講 就是不要讓政府 選舉指引公平時段 這八個字呢 是騙到大家 因為這個是不適切放在網台身上 以及我們很擔心 是重回幾年前講過網絡23條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真的是指引這樣來的時候 我們青台 或者新人透視味 不斷請民建聯的人上來 不斷請泛民的人上來 不斷請泛民的人 然後反過來玩 解構 支持劉更華 支持劉更華 劉更華的對手 譬如是長毛 譬如輸了才算了 長毛就拿回我們這些帶 然後就用這些 去澄清整件事 反轉了整件事 我們剪了 劉更華 劉更華 在廣民時代的說話 和民建聯 剪出來 一於支持 請了那些建制派 你不要 跟著劉更華 那你即是封刺 不是 我說聰明 會轉了民建聯 沒有人諷刺你 你不要小人之心 得君子之腹 這樣去解構他整件事 一樣可以玩 就是反過來做 就是全力支持民建聯 沒錯 就等之後那些泛民的人 有口實來搞亂 現在是要這樣 要反過來玩 現在是要這樣 但有些很蠢的傻佬 還不是特地投共 會不會這樣 會的 我覺得會的 這些會員 所以我叫你請那兩個 維園阿伯上來 新人透視和上青台 是啊 你又跟他沒有朋友做 他在那邊走 他就追著我們 你就知道 你不要說我 你上來網台 感受一下網台的 感覺是怎樣 阿伯你未上過了 下次 就找他上來 不要緊 他一個星期都去維園 這些人就是 要讓他多說些話 顯示出他的無知和按Q 我覺得最重要 對不對 好了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記住6月9日 6月9日 去選管會 在哪裏地址 在哪裏地址 灣仔 港灣中心 港灣中心 沒錯 大家記住去看這個 媒體去參與這個 什麼叫諮詢會 尤其是阿華TV其他節目的朋友 應該一起去 現在青台 FM101 網台聯盟 青台網台聯盟 我們全部都會 全部總統員 人網 總統員6月9日就去的 據聞就要報名 大家快點報名 打去哪裏報名 打去我不記得電話號碼 自己找 上網 你看到這個節目一定會上網 大哥沒有玩 你不要開玩笑 我不懂上網 維園阿伯可能不懂 大家一起報名 如果爆了怎麼辦 爆了就一起 就好 搶門口升門 不要緊 喜歡帶番茄 帶雞蛋 帶BANNER 就帶來 是 角色其色 好 6月9日約見大家 沒錯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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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2 2 3 8 5 6 20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